现在一大早出来半点事情 这两天真的是有点倒霉 我前几天做视频 我还在说在泰国生活最大的几个缺点之一 就是泰国的移民政策不友好 你外国人在这里生活再久 你都是一个外国人 并且很多条条框框来约束你 最让人讨厌的一个制度就是90天报道 搞得我们外国人就像一群假示范一样 只是暂时放你自由 但是每30天你离去到移民局 向官方报道证明你住在哪里 报告你的动向 哪怕你获得了长期签证 像我得到了养老签 第一次给了15个月 但是每90天你还是去报道 甚至你花钱买了一个基因签 哪怕是20年的基因签证 但是每90天你还是要去移民局报道的 并且这个报道时间真的是 怎么说呢 我觉得设计这个90天报道这个人 应该真的是一个天才 应该被泰国授予那个民族英雄的称号 为什么呢 因为它那个时间设置的恰到好处 就让你很容易忽略掉 我分析了一下 就是你如果是每一个月都要去报道 你一般肯定是不会忘的 就是每一个月到那天你肯定要去的 如果是两个月也还好 因为你脑子里面这根旋好像是一直是绷紧的 但是到了第三个月真的人肯定就麻痹了 觉得自己好像真是这里的居民了一样 跟在自己的国家没什么区别了 那个旋就放松了就忘记了 我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还是前两天我老婆无疑之间翻到我的护照 发现我的90天报道的时间居然是这个月的9号 就是周末的时候 我一看那个时间已经错过了 并且周末移民局又不开门 今天已经是21号22号 也就是说已经是超过了十几天了 我查了一下那个后果是什么 后果就是发款 发款是发2000泰铢 也是挺狠的 我以前被罚过 我跟我老婆都被罚过 是因为是没有办那个24小时报道 当时是发了1600泰铢 没想到错过了90天报道 发的更狠 2000泰铢 这边一个酒店 所以这就没办法 没想到 实际上这也是我在泰国经历的第一次90天报道 因为我以前都是来旅居 都是两个月 待两个月或者三个月 就没涉及到90天报道 两年前当时困在泰国待了半年 但是因为那一次是签证豁免 90天报道也豁免了 所以说也没有产生过90天报道 这一次因为是准备长居 办了养老签 第一次90天报道就被我错过了 完美的错过了 这下只有乖乖的去交罚款了 今天是礼拜一 然后去交罚款 然后我问了一下中介 有一个中介告诉我 他说他去交大概1000泰铢 但是手续费要收500泰铢 就是1500泰铢 所以我今天过来找一下他 看一下 通过他去办 那也划算了 能省了500泰铢吗 并且他帮我去跑 不用我再去移民局排队 因为办90天报道 你看那里大排长龙 那么多人人上人海的 你在那里一等 估计又是一大半天的时间就过去了 你先排号 然后等到你的位置 那肯定就是上午排号 下午才能办完 所以这个90天报道 真的是让人头痛啊 给大家看一下 你办到养老签以后 他除了签证页以外 另外他还会盯一张纸 盯在这里 就是提醒你报道的时间 你看是8月9号 我当时可能就晃了一点吧 我看到那个9 这里又是泰文 可能就是以为是9月份 还是怎么样 过来买点蔬菜啊 看见这个早餐档 看着挺奇怪的 20多 这是应该是肉啊 OK 谢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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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它是配着米饭 再加上这个 这个是米饭 米饭 一个像肉苦 这个就是一份份的饭 这个都是饭 谢谢 现在榴莲都下市了 买点那个甜柿子 50泰柱一公斤 前四只 Thank you 都没看到榴莲了 现在都是柚子特别多 生菜又便宜了 50泰铢一公斤 前段时间好像七八十了 我现在已经拿回我的护照了 现在中介他已经帮我做了90天的报道了 下一次报道的时间就是11月份 这一次相当于花了1500泰铢买了个教训 并且今天通过泰国中介帮我做90天的报道 我觉得有一件事情 我一块石头落地了 我以前也给大家讲过 我养老签证也是找中介办的 也是通过以前小孩上学的国际学校的校长 他的contact相当于他的线人 他去帮我办的 结果是花了一个月时间 终于拿下来 后来我拿到那个护照一看 原来他是去的达乐府 就是跟柬埔寨交界的那个地方 在那个府办的 当时有很多网友说 你拿着这个达乐府办的养老签证 你到时候90天报道就麻烦了 应该是要回到达乐府去报道 但是这一次他给我办下来就说明什么呢 就说明在哪个地方报道 跟你在哪个地方获得的养老签证没有关系的 在泰国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报道 这一点是放心的 第二点的话 实际上我这一点 我以前也是深有体会 就是在泰国找移民局办事 还是要泰国人去办 是比较好办的 我的感觉因为很多人都说 什么泰国人什么跪舔 什么欧美人白人 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子的 泰国人真正对自己的国民是非常客气的 因为我看见很多在移民局办事的泰国人 哪怕是个老太太 或者是那种可能文化程度比较低 衣衫男女或者怎么样 包括在其他政府部门也是这样子 他们的政府官员都非常的客气 就是尽量提供便利 但是你脑外去 像以前那个国际学校的校长 经常都是打着领带 穿着衬衣 穿着皮靴 头发都是称量称量的 但是他每次去办事 就是都经常受到冷遇 他自己跟我说嘛 当时拿着我的护照去找移民局的官员 直接上到那个八条移民局的二楼 他说直接 人家直接把那个护照给他认回来了 就是对他一点都不客气 所以在泰国办事情 还是要找泰国人去找泰国的政府部门 另外关于90天报道 实际上是可以在网上办的 但是网上它的非常不方便 是来设置了很多限制的条件 就是有这个网站 但是相当于就没有 就是你很难 首先第一很难登陆上去 我上次听一个香港朋友说 他说他在网上90天报道成功了 我说你怎么成功了 他说半夜夜深人静的时候 他一次一次在那里刷了 终于有一次登陆上去了 然后就报道成功了 然后另外我还看了一下 他在网上90天报道的一些规则 就是他要求是你的报道的那一天 提前7个工作日到14个工作日之间 你早一天不行 晚一天也不行 也就是说有7个工作日 你可以报报道 反正就是各种不方便吧 就是让你有一个网上报道的途径 但是他就是让你基本上是用不了 你说你既然提供了一个网上报道的途径 那就是在这个日期之前 你去报道应该都可以 或者是你规定一个 比如说提前14天 那这14天都可以吧 但是他不行 提前14天到提前7天之间 你可以在网上报道 但是那个网站 你平时你肯定是上不去的 登陆不了的 也许在夜深人静 半夜的时候 也许某一次你登陆成功了 就像中了头奖一样 这就是泰国的网上报道 所以总体来说吧 你最终还是要每三个月 要去那个移民局 被他折腾一番 你如果不小心忘掉了 对不起 那就交罚款吧 2000泰铢 所以这就是我们选择在泰国定居 或者是养老 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就是移民局 你时不时都要跟他打交道 你就是想摆脱他 摆脱不了 这跟在其他国家不一样 你说像美国 你入境了以后 你想去找移民局 你都不知道在哪里 他肯定就是躲着你 就是你只要是不违法 他是不会来找你的 像那个在美国 据说有2000万非法移民 但是都在那里安然无恙 因为没人去找他 因为你去抓一个非法移民的话 那个执法的成本很高的 我上次看一个报道 说抓一个非法移民 那个执法的成本 高达将近100万美元 所以说后来他们就不抓了 因为那个抓了以后放监狱 然后你还要给他提供一日三餐 最后还要遣返 反正中间那个成本太高了 但是在泰国就不一样了 就完全不一样了 他移民局隔三差五就要找你麻烦 为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想从你身上再赚点钱 因为泰国人对外国人的态度 就是把你当成一个生意 你既然到泰国来 他肯定是欢迎的 但是你肯定是要花钱的 并且他还会想各种办法 让你多花一点钱 多为泰国的经济做一点贡献 这个也无可合肥 毕竟泰国是一个小国 他的经济很大程度要依靠外国人 要依靠旅游的收入 这个也可以理解 这种钱呢 在移民局方面 总体来说也不是非常非常多的钱 也还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在世上没有完美的国家 每个国家都有它的优点和缺点 我们既然选择泰国 也必须接受它的游戏规则 也必须接受 可能时不时你要去移民局排队办事情 或者是排队去交罚款 这样的促进 好 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